影響小學生的TSA爭議未斷 不過影響中學生的DSE就有所改動 香港考試及評侶局公布最新2016年中學文憑市考生手冊 六項考試相關服務費用將會加價百分之二 當中不少考生申請的宇民科積分覆核 費用會由189元加到193元 宇民科從月搭卷費由756元加到771元 上訴覆核申請由797元加到813元 除了加價不少考試程序都會更改 由2016年文憑市起 英文科考試主考員不會在小組討論員結前 舉起1 minute left 提示考生剩餘時間 考生想知就要自己看在主考員桌上的計時器 而中文科卷3及卷5 就會合併為卷3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至於曾發生考生被指自己抄自己 備受爭議的視覺藝術科應口安排 考生搜索新增指示 表明考生帶入市場參考資料乃供參考之用 那會否再發生自己抄自己事件 似乎未有明確表示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東網手機APP大革新 即時推出多項新增功能 為掌握最快最準確即時資訊 讀者即時可以自訂 手機訊息推播功能 選擇自己喜愛新聞類別 做訊息推送 還可以簡選不同靜音模式 非常協心 功能創新簡單易用 立即下載東網手機APP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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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